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逢是便生气 早就气死了 我们之间有不少误会 将军 咱们坐下来谈好吗 好 坐吧 田将军 先王临终前曾召我进宫 祝福我要与田将军摒弃前嫌和睦相处 我也听说先王也如此嘱咐过将军 邹相国 你就不必绕弯子了 有话直说吧 那好 今日大王召我进宫 我绝无督促将军出兵之意 只因大王话一出口 我不好逆大王之意而行 相国来此就是为解释此事 不完全是 那您还有何事 我知道将军之所以不愿出兵 一则是想等孙并回国 二则是怕我和公孙岳串通一气 在林姿为所欲为 相国心里很明白 我明白 可是你不明白 将军 我跟公孙岳绝不是一路人 他的所作所为 我也极不赞成 你在大王面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大王因美女而听信于公孙岳 我如果不顺着公孙岳的意思去说 公孙岳就会置我于死地 公孙岳是相国的左膀右臂 他怎么会置相国于死地 将军有所不知 公孙岳这个人心术不正 天将军 你我得想个办法 无论如何把他调出林姿 哪怕是一时也行 这个人留在大王身边 对齐国十分不利 我没办法把他调出林姿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上奏大王 请公孙岳为监军 随将军一起攻打边城 你是想让他监督我吧 田将军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把公孙岳调出林姿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监军乃大王所派 他可以约束我的所作所为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当年司马攘居为将 就是因监军一时不道 斩杀监军 田将军完全可以不受 公孙岳的制约吗 邹相国 相国的意思是 借将军的手除掉公孙岳 可以这么说 然后再利用宫中美女 除掉我们 我绝无此意 相国一向善于无中生有 相国的话我们很难相信 秦先生 邹记今晚所言 绝无欺诈之意 完全是为了齐国 大将军如若不信 邹记可立自为惧 相国说的那么诚恳 我就相信你一次 多谢大将军 不必客气 相国为了齐国 我也是为了齐国 相国 你打算何时进攻 事不宜迟 我即刻进攻 好 不送了 告辞 相国慢走 孙先生 我们趁此机会杀掉孟孙岳 先生 邹记心怀叵测 若杀公孙岳 必中他的诡计 只要公孙岳离开宫中 我们就有计可施了 何计可施 派一个女人进攻 女人的话 大王还是听得进去的 参见大王 邹相国这么晚来找寡人 一定有要事吧 是的 明日田将军出征 微臣有一事放心不下 什么事 此次出征 田将军并不情愿 微臣怕他出而不战 只是做做样子 田将军不会吧 不会更好 但大王必须有所防备 如何防备 派一个大王所信任的大夫 做监军 随田将军出征 监督田将军 相国认为派何人为好 公孙大夫怎么样 田将军和公孙大夫互有成剑 让公孙大夫做监军合适吗 正因为他们互有成剑 才好为大王所用 为何 他们谁也不敢瞒着大王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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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眼飞落在高陵之上 虽有九三与六四相阻隔 但九五和六二 情投一合 鸳鸯虽然被拆散 但最终仍将重新聚首 结局激励 钟离春可以进攻 这一挂 可是反客为主啊 如果大王看上钟离春 不行 还是换个姑娘吧 不行 没有人能胜次忠任 如果这次真让我严重的话 那你和钟离姑娘可就 听天有命吧 你不用说了 说破天我也不去 让你不是去当宫女 是去做仆役 寻找机会说服大王 我不会劝收人 我不会 我教你 我学不会 你不用教 难道让我猜你下跪不成 我去做仆役 先生 你的腿 你说不就是了吗 钟离姑娘 我知道 此事凶多吉少 多少人向大王进剑就丢失了性命 可大王就爱漂亮女人 也只有你才能担此重任 要不然我怎么舍得 让你冒惊险 让你冒惊险 那好 我去 驾 驾 驾 天将军 大王派我来做监军 你没想到吧 是邹记举荐的你吧 田将军可知道监军的权利吗 每个士兵都知道 既然如此 就请将军把收复编程的方案 讲讲吧 我还没想好啊 不可能 大军已经集结了 你怎么会没想好呢 此次出兵过于仓促 没想好很自然 好 那 田将军什么时候想好 就请什么时候告诉我 还请将军给我安排一个营帐 我在营帐里等你 在哪儿啊 他在那儿 你叫什么名字 五言女 家住何处 五言 结果婚吗 结果婚吗 这么说 你还是个姑娘 不是姑娘 王公不收的 我知道 这长相恐怕王公照样不收啊 王公招的是仆役嘛 又不是找王妃了 不过 长得丑眉有何妨碍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 王公是大王住的地方 凡是女人 不论是王妃还是仆人 长得都要美 大王看了眼里才舒服 不 如果我收下你这么个丑女 大王一见就厌恶 怪子下来 我可斩张不起啊 你带我去见大王 大王要是厌恶我 他要是嫌我丑 我再也不进王公了 不用见大王 我这一关你就过不去 还是回家吧 你不让我见大王 我就不回家 我就是不回家 我就是不回家 你不让我见大王 我就是不回家 我就是不回家 就要见大王 我这是为了你好 快走吧 我来的时候 我乡里人都知道我要进宫了 都知道我要进宫见大王了 可我连大王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只叫我回去这么见人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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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跟你说一声 也好让你赐了这份情 额 赢一盘就走 家女 都是你不好 你让大王赢一盘 我们不就走了吗 家女 你可不能让 让了不算 大王 臣妾不会让 大王 有个无言来的女人 要进宫做溥义 不是大王 不是说过吗 这等小事 不用打乱寡人 你们自己定吧 大王有所不知 这个女人长得很丑 微臣怕大王厌恶情侣 所以不想说 那就撵她走 微臣让她走 她不走 不要见大王一面不可 国四人 你这官怎么越当越糊涂了 难道这世上像样不像样的人都可以见寡人吗 微臣该死 把那个丑女人赶走 是 等等 美王妃有何吩咐 国四人 你把那个丑女叫来 我想见见她 大王说不见 大王不见 我想见 美玉 一个丑女人有什么好见 不知丑就不知美 我想看看 她到底有多丑 好 把她叫进来 是 算你有福气 走吧 大王答应要见你 多谢大人美言 要谢别谢我 谢美王妃 她想看看你 到底长得有多丑 大王 这位就是方才微臣所说的无言女 谢女拜见大王 真够丑的 如果我长得那么丑 就一头撞死 家女 你呢 我如果这么丑 我不死 不死干什么 叫人厌恶 我如果是丑女 就时时陪伴姐姐 丑女扮美女 更能显出姐姐的美丽 家女说的有道理 大王 就把这个丑女留下吧 让她陪伴我 算了 美玉 她陪你一天两天还可以 时间成了 你也会讨厌她的 一旦讨厌 我就赶她走 大王 留下吧 行 你愿意留就留吧 丑女 跟我来 谢美王妃 丑女 等等 大王 方才寡人看你转身的姿势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剑女没见过大王 大王怎么有可能见过剑女呢 寡人想不起来了 可是你转身的姿势 太眼熟了 大王 女人转身就是这个样子 别看丑女丑 她毕竟还是个女人 实在想不起来了 大王 你慢慢想 等你想起来了 我再把丑女给你带过来 丑女 我们走 孙先生 钟离春进宫这步棋 可是显招 没关系 只要你丑天将军缠住公孙月 不让她回宫 钟离春就不会有危险 我不是指公孙月 我是指大王 一旦大王看上钟离春 那可就不好办了 钟离春现在是丑女 要多臭有多臭 是个男人就看不上她 更何况是 天天有美女陪伴的大王呢 我有一种预感 钟离春将做王宫的主人 秦先生 你真能开玩笑 没开玩笑 是真的 为此 我沾过一挂 挂上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真是这样 倒也不是坏事 公孙月的美人记忆 就不攻自破了 你别不信 到时候 你哭都没出哭 秦先生 彻底备好 孙月长 我该走了 钟离春的事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放心吧 钟离春出不了事 告诉天将军 让他一定要当心 公孙月可是诡计多端 我知道 我听到 你们看着丑女真有意思 本来就丑还出如此怪样 丑女 你这个样子就更丑了 别这样 危险 危险 丑女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这个样子很不好看 丑女 你今天做这些动作 是不是想逗寡人一乐 让寡人喜欢你 剑女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做这些古怪动作为什么 别人都说大王聪明 剑女想考一考大王 请问大王 刚才剑女做的动作是什么意思 寡人没留心 你再做一遍 危险吧 危险吧 寡人不知道 将女 你知道吗 梅雨 大王 丑女这些动作根本没什么意思 她是想借此接近大王 不 丑女这些动作 有意思 丑女 你这些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王如此聪明 怎么被剑女考住了呢 你别得意 你这点伎俩考不住寡人 那大王三天之内能告诉剑女答案吗 不用三天 最晚明天寡人就给你答案 那好 剑女等着大王的答案 来 来 来 危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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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大王 怎么了 你们先睡吧 对了 你坐一下给寡人看看 大王 快坐 危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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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臣妾怀疑那仇女是巫女 何以见得 他做的那些动作都是巫术 所以大王猜冥思苦想 如着魔一般 白天 寡人已问我太使 不是巫术 是银语 大王 你没问太使这银语是什么意思 太使也打不上来 这该死的丑女 明天我就赶她走 万万不可 你不能赶她走 你如果赶她走 她一定会小瞧寡人 认为寡人是想不出答案才把她赶走的 大王 一个仇女的话不必如此认真 寡人乃异国之君 为君者一定要言出必信 大王 臣妾倒有个主意 可以让大王不必苦思冥想 就得到答案 什么主意 大王明日可以上朝 用仇女的吟语去考一考朝中的大夫 打对了给予中奖 然后再用他们的答案去回答仇女 好主意 如果朝中大夫也答不出来呢 怎么可能呢 朝中那么多大夫 难道就没有一个聪明人 如果他们都答不上来 大王就可以以此为借口堵住他们的嘴 让他们不要自以为是 动辄就对大王行为议论纷纷 对 大王 那我们睡觉去吧 对 睡觉去 来 来来来来 前些日子寡人因身体不适 没能上朝 寡人听说有人对此颇有非议 寡人并不想追查此事 寡人只想考考在座的诸位 若能答上寡人所问 寡人赏金百两 若答不上来 以后就不要自以为是 动辄对寡人的行为平头论足 大王 如果微臣答得上来 不想要百两黄金 你要什么 请大王允许微臣对大王直输己见 并不论罪 可以 只要你答得上来 谢大王 不知大王所问何事 你们都看着寡人 危险吧 危险吧 寡人刚才做的这些动作 是一段隐语 你们谁能答得上来 这段隐语的含义 怎么 这朝中竟没有一个聪明人 高大夫 你不是很想得到寡人的奖赏吗 怎么不说了 微臣虽想得到大王的奖赏 但不知对隐语理解的对付 不对也无妨 说吧 阳目是看得远 路齿是说话声音大 一再举手是力大无穷 轻拍手腕是可以替人做事 高喊危险是做事要谨慎 有点意思 不 这隐语不是这种解释 有何不对 阳目的意思是代替大王查看风火之变 国家将应战乱 露齿的意思是代替大王打开群臣之口 让他们敢于犯言直见 举手的意思是让他们赤退坚硬之徒 举见闲人为臣 拍腕的意思是替大王拆毁游乐隐宴之台 以崇尚节俭 那问危险又是何意 国家将有战乱 视而不见 微不危险 群臣之谷保身 不敢犯言直见 微不危险 兼饮当权 闲臣不举 危险吗 臣醉意游乐饮宴 不崇尚节俭 大王 危险吗 你 你是何人 我爷女 大王受罪 我爷女只是下说 estat 寡人的解释如何 大王的解释太好了 微臣口福心福 大王的解释就是治国良策 真是太精彩了 你们是在吹捧寡人吧 大王 微臣绝无此意 大王 说实话 前些日子 微臣看到大王不关心朝政 不分昼夜的与两个王妃 微臣该死 大王 微臣不该提及王妃 说吧 寡人不怪罪你 微臣以为大王 私无大志 胸无大计 当今之天下诸侯争霸 不思进取者 必被强者所灭 微臣为齐国担忧 今日听大王一席话 才知道大王是如此聪明之人 只要大王将聪明复制于行动 齐国何仇不罢呢 是啊 齐国何仇不罢 高大夫一席话 说的寡人很惭愧 大王 微臣并无讽刺大王之意 微臣是真心为大王对英语的理解 所叹服和高兴 寡人不是为你的话 寡人是为自己 你们可知道这段阴语是何人解释的吗 不是大王所说的吗 是一个女人 一个很平常的女人 大王所言可是真的 寡人乃异国之主 哪有说谎的道理 大王 这个女人现在何处 就在寡人宫中 是一个王妃 若是王妃 就应该册封她为王后 对啊 大王不是还没有册封王后吗 她不是一个王妃 是一个做粗活的仆役 大王 如此聪慧的女人 怎么能做仆役呢 应该封她为王妃 不 王后 对 大王 如果能有这样的王后辅佐大王 其果必将称霸于诸侯 可惜这个女人长得丑利些 大王 王后应该是内主王宫之士 外孝国家安危 应该是一个聪慧的人 相貌当在其次 大王宫中美貌的王妃宫女成群 争宫者不罚其人 若无一个聪慧的女人主管后宫 大王将不得安宁 说的也是 周相国 你说呢 高大夫说的很有道理 王后应该是一个聪慧之人 相貌之在其次 好 寡人就封她为王后 大王宫 先生 快想个办法吧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要是没有办法 我只好离开王宫 不行 如果你离开王宫 我们将前功尽弃 那你说怎么办 你的意思 我非要嫁给大王了 偶旅 先生 先生 忍命吧 什么 只有这样了 如果你做了王后 就会反客为主 公顺月的美人计就会 你是不是故意安排好的 我早就看出来了 朱玉姑娘 你我生死于共 患难相处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那你为什么 谁去不肯提我 为什么 为什么 都怨我 都怨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先生 我要跟着你 我不能没有你 朱玉姑娘 我也不能没有你 可是看到我们的国家 被公司约海里两个美女搞成这个样子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我最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可是你对秦国 对希望秦国强大的臣民百姓来说 这个结局 也许是最好的 一个存慧的皇后 足以相复 引荡了美女 是大王从邪恶中摆脱出来 是秦国真心 朱玉姑娘 我不抢婚 你觉得你我的婚事 比齐国 比齐国的臣民 比田杨俊 比秦先生这些肝胆相照的朋友 更重要的我 让咱们就走 到一个为你稀少的地方 过咱们自己的生活 丑女的王后 天下奇吻 以后有她哭的时候 大王 你是重演吗 怎么会呢 寡人没想到你如此美丽 这才是秦国的王后 寡人的王后 哇 从今往后 后宫上下 一切都听从王后之命 若有抗命者 王后可随意处置 臣妾遵命 反刻为主是三十六纪中的第三十纪 该记的意思是 游客便主 力争主动 孙殡为破美人计 派钟离春进宫 用隐语劝说齐王 齐王看重钟离春聪慧 欲奉钟离春为后 孙殡为国家放弃个人感情 劝说钟离春反刻为主 成为王宫的主人 便被动为主动 欲知钟离春 如何对付在宫中作祟的美女 请看下集 指桑骂槐